假如你一不小心被送进精神病院 你要怎么证明自己是个正常人 一般人为了离开精神病院 都会给医生说自己没病 甚至大闹大闹 说自己冤枉委屈 但这只会让你被当成重度精神病患者 重点看护 正确的做法是保持冷静 不要暴躁 不要反抗 像正常人一样做习生活 让医生觉得你有自治能力 病情较轻 然后要积极配合治疗 听医生的话 但不要真的服用药物 可以把药物含在嘴里 有机会偷偷吐掉 最后就是考验演技的时候 你需要表现出一副 精神病人渐渐好转的样子 这样你离出院的日子就不远了 你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评论区告诉我